第一步手动开阀或关阀 按第一个键和第二键是手动开阀 退出手动开阀第一个键和第二个键 然后手动关阀第一个键和第三个键同时按 退出的话也是第一个键和第三个键 第二步设置开阀或关阀时间 长按第一个键四秒 这进入开阀的设置时间 按第二个键 第二个键前面两组是小时 后面两组是分钟 如果需要调制一分钟 然后按第三个键是加时间 选中闪烁的数字 然后加1 这就是一分钟 一分钟11秒 如果想调成一分钟15秒的话 继续按第二个键 选拨第二组的一闪烁 然后按第二键 第三个键 这样开关开阀时间设置好了 按第一个键 然后进入关阀时间状态 然后再按第二个键 前面也是小时 后面是分钟 通过第二键选中时间 两分钟 这就表示两分钟 再通过第二键进入 前面是分钟 后面是秒 设置十秒钟 通过第二键选中时间 这就说明 关阀时间是两分钟 十秒 再按第一个键 这样开关把时间就设置好了 第三步设置独转电流 也是按第一个键 长按四秒 再按第一个键 按到第四种状态 然后按中间这个键 这就表示独转电流是411毫安 想调制时间 通过第三个键 调制四百五 这表示独转电流 除以四百五十一毫安 按第一个键返回 好